哈囉大家好 就是很高興可以跟大家就是在實體見面這樣子 然後老實說能夠有這個實體 應該說有機會出書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就是非常的 已經是非常驚喜了 所以還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可以跟大家見面 真的很高興 就是在過去有很長的時間 幾乎都是在線上看大家的留言這樣 所以有機會 實體見面 我覺得 非常感謝大家 大家好 我今天其實來跟六慕老師對談 我自己有點非常緊張 因為就是我其實沒有跟文學圈以外的那種畫家 或者是什麼對談 然後再加上我今天意外的有一點點累 原因是因為呢 就我最近迷上了看變裝皇后這樣 然後因為那個尼菲亞他回來台灣 然後他今天下午有一個表演 我就臨時去看 然後就那個場地很熱 所以我現在有點就是 體力被消耗掉的那種感覺 所以好像就是格外的緊張 然後但是我今天下午看那個表演 就是我回到了線如策片這邊 然後我在看這個九號天友的漫畫 在剛剛在後面做準備的時候 然後我就發現一個 就是讓我找到一個之前好像沒有注意到的一個 我覺得很有趣的切入點 就是說在漫畫裡面 相信大家都看過嘛 漫畫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情節是 那個安德他被裝上了 人的女性的這個外貌 然後這個齊歐一開始就是不太願意接受他這樣子 然後我就突然意識到說那種就是 就是外貌跟內在這件事情 其實是這個漫畫裡面探討很深刻的一個 我覺得是過去在畫這種 不管是畫或者是寫這種複製人的故事 好像都很少去找到的一個點 所以我就再次的感受到說 九號天友這個漫畫的那種比特性這樣子 就是我覺得相信大家也都是 就是大家在讀這個漫畫的時候 你一定會覺得說 他跟一般過去看到的那種複製人的漫畫 或者什麼有點不太一樣 然後他雖然有一個科幻的元素或外殼 可是他的內在其實真正吸引人 是他很情感豐富的那種部分 然後還有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還有一些情誼 那其實我跟六母老師 我們今天算第一次 上一次是 是第一次見面 第一次見面 然後有一次是非常意外的 就是在這個漫畫在CCC上面連載 那CCC它還有另外一個專區叫做 新感覺 忘記取名叫什麼 就是一個新感覺的漫畫 對 新感覺的漫畫 對 然後 他們大概 他們大概每一個秋天 從去年 前年到去年的秋天 他們都有做一個企劃 然後前年的企劃是 漫畫跟文學就是做一些交會的改編 比方說漫畫它如何被文學啟發 然後畫一個短篇故事 那去年的叫影格之秋 就是電影如何啟發漫畫這樣子 那 因為那個時候 CCC的編輯就有聯絡我 然後請我寫一篇評論 然後就讓我看了那個專輯裡面的作品 這樣子 那我在看的時候 因為 我並不是很熟悉台灣漫畫家 所以我就以作品為主在看這樣 然後我就看了很多片 然後其中有一篇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一個叫看不見的舞蹈 那印象深刻的其中一個原因是 是叫看不見舞蹈嗎 對不對 是 印象最深刻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是它是那個系列裡面 最長的一個作品 然後另外一個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故事的後半部有非常華麗的一個 畫面的分鏡的呈現 就是 我自己在看那個漫畫的時候 然後看到那邊我就在電腦前面驚嘆 想說 哇 怎麼 前面的故事沒有想到後面會變得這麼 視覺上可以呈現得這麼華麗這麼美這樣子 然後 就寫了評論 然後 後來想說 欸奇怪怎麼這個名字好像很熟悉 就是 好像在哪裡看過 然後後來是 這次講座聯絡的時候 然後才發現說 啊原來 就是 九號天河的作者 跟那個 看不見舞蹈的作者 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有一個 也是意外的緣分這樣子 嗯嗯嗯 那 呃 相信大家都 就是 這個是這個漫畫的喜好者 那 九號天河在網上連載的時候 我也是 呃 很快就看到我身邊有朋友在推薦 然後我自己也就跟著看 然後看完也覺得說 欸非常 印象很深刻 就是 他裡面的那種情感 像剛剛講的那種 呃 細膩的程度 因為通常漫畫 呃 我自己覺得 好像我們常看到的漫畫 比較多都是以故事取向為主嘛 啊但是 我覺得九號天河 他醞釀很多情感情緒的東西 然後呃 特別是 呃 科幻那種很硬的東西 可是他的這個漫畫 讀起來內盒卻是好像很柔軟的 那這個東西就讓我印象很深刻 然後沒想到 呃 最後可以出版成實體書 這真的是一個很 我覺得很很 怎麼說 值得值得慶祝嗎 紀念嗎 值得看守的一些事情 好 那 所以一開始也想要問六孟老師 就是說 嗯 那這個故事我覺得他非常的獨特 就是 他到底是一開始怎麼被想出來的呢 嗯 他為什麼一開始被想出來 我在想 我思考的是 就是很多人在創作的時候 其實 應該都會有一些 呃 我 沒有辦法就是去理解 就是沒有辦法去想通的一些事情 可是又沒有辦法跟別人說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 只能夠 就是創作他就變成了一種出口 我覺得是這樣子 最初是 這樣子的一個原因 但是 我覺得隨著在 就是隨著創作的過程中 我覺得他可能一開始是一個很思小說的一個形式 就是 想要去 我只想要對自己說話 可是隨著就是一連串的一個際遇吧 我覺得 我好像開始可以了解 為什麼想要把故事說給別人聽的那樣的感覺 我覺得最大的契機 還是說我去看了一個天文館的一個展覽 對 那去看天文館的展覽的時候 嗯 我覺得 展覽本身是一個非常華麗的 像是嘉年華會的 在照顧所有人的普遍讀者的一個正能量的一個感情 只告訴大家一個好的一面 但是他們不會去講到阿姆斯狀他背後 是其實過著怎麼樣比較慘淡的一個人生 那我在看完這個展覽之後 我就開始想到 喔 那也許我可以畫一個迷戀遠方的人的一個故事 那隨著就是開始有了這樣子的一個想法之後 然後也不斷的陸續去找了很多的可能資料 或是紀錄片等等的 就發現到 嗯 那我是有機會再往下把這個故事 應該說再往外把故事給攤開來講的 對 那我覺得這好像是一個 就是 在創作的過程中 一開始都是很封閉的一個狀態 但是 在隨著就是 可能在找資料的過程中 我發現我想要講的這個議題 竟然 有可能是別人也會有機會有共鳴的時候 我就開始不自覺的 想要想盡辦法用我過去所學的所有的技能 讓別人可以讀懂 就是 想要攤開來讓別人可以讀懂 對 於是我重新整理這個故事 就是 開始加入了 不管是科幻題材也好 或者是一些更多的虛構人物也好 甚至就是 現在這個版本的故事結局 對我來說都是相對於 更加正向的一個故事的結局 對 這就是 這全部都是因為我感覺到了一種 就是想要回應某一種就是我所找到的資料 或是我所看過的人 我所相處過的人 所創作出來的故事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我想要 因為我們其實有準確提高 但我想要偷稿先問一聽 對 因為你剛剛說 就是現在這個故事的結局是比較正向 是 現在的這個故事結局跟你一開始在畫之前的這個構思是一樣的嗎 大體上的行動是一樣的 對 但是整個情緒的調性 現在的情緒的調性 是 透過前面的鋪墊之後 會讓人覺得這個主角他是有選擇的 而不是沒有選擇的 對 這是一個最大的差別 對 那最初的版本 可能主角是比較會暗的 的一個結局這樣子 對 對 還有也是要脫稿 問一個 就是 這個題材是結合科幻嗎 那是 比方說是因為有去看天文館 但是我自己作為讀者 我在讀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這個讓一個好像已經 逝去的人在復活 就是 這樣子的故事的類型 好像也可以用奇幻的方式來處理吧 比方說魔法或什麼 那為什麼最後挑的是比較偏科技感的東西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 我可能是因為我的因緣機會吧 我覺得還是因為 一開始的時候就是想要去找 離現實於遙遠的題材 對 那奇幻也許是其中一個類別 對 但是我覺得 天文館可能是其中一個 它就變成說 它是我的某種標準嗎 就是某種定位的一個點 它是我出發的一個點 對 所以在看到這個展覽之後 我可能就是以這個點為軸心 去往外去尋找 隨著資料越找越多 我越覺得它是有發展性 發展的可能性 對 然後我覺得 有一個很大的關鍵 應該是 叫做人造之愛的 這一個紀錄片 對 那這個紀錄片裡面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叫做 石黑號的一個機器人科學家 對 那他在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他就是複製了自己的機器 他做了一個跟自己一模一樣的機器人 那是一個2001年的一個紀錄片 所以我們可以想 可以得知 他是在2001年更之前去做這個機器人 所以那機器人的樣子跟他差非常多 可是他就把這個 他的人型機器人給他的女兒看 他女兒看了之後 他就只說了一句話 就是我覺得很不舒服 就是他想要離開 那就是一種對人的 一種像是 可能像是恐怖骨效應嗎 或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感 對 那我認為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紀錄片 當然也講了非常多 人們去做了 試圖做了非常多 要解決長照問題 人力不足的事情 就是做了一些動物型的機器人 他們發現到說 貓咪的機器人會 一開始大家會覺得很可愛 可是很快大家都開始嫌棄 因為貓咪機器人 大家都太了解貓咪了嘛 所以貓咪機器人 一旦有做任何 跟現實貓咪不一樣的舉動 大家就會開始dace他說 就是他不是真的貓 但是相反的 他們開始做海報機器人的時候 大家覺得非常可愛 因為大家不理解海報 所以這個機器人不管做什麼 大家覺得他就是 像真的海報一樣可愛 所以他在這部紀錄片 啟發了我某一種 對機器人的想像吧 對所以隨著資料的找尋 我覺得比較像是 這沿路上我就是在撿東西 那撿東西撿得夠多之後 我捨不得放掉它 我就很自然而然的 就朝科幻的這一條路 往下走 對那當然我也有感覺 我自己是沒辦法做那種很硬的科幻 這樣 所以我還是只有沾到一點點這樣的邊 還是比較人文的方式去發展故事這樣 其實我覺得剛剛這樣聽完 就好像對書中很多東西都豁然開朗 然後但是雖然你剛剛說 你是找很多資料 然後撿到這些素材不願意放掉 然後就想說都放到故事裡面來 可是其實我覺得仔細去想 這個故事裡面其實有蠻多 那種對味式的情節的感覺 就比方說 像我剛剛一開始提到的那個 安德他換了樣貌 那我覺得那個的撼問是說 就是我們愛的一個人 或我們有感情記作的對象好了 我們喜歡的是他外在的這個形象 還是喜歡的是他內在的那個 姑且稱之為個性或靈魂 有形或無形 然後可是其實這一件事情 也同樣回扣在就是齊歐自己身上 就是這個他是一個複製人 然後查爾斯跟這個 希杰羅 希杰羅 對 名文總是容易講錯 希杰羅 查爾斯 就是他們對齊歐德的那種情感 就是然後對他之前是奧斯的這個情感 就是其實他是同樣一件事情 就是一個是看起來不一樣 可是內在是一樣的 一個是看起來一樣 可是你不知道內在是不是一樣 然後其實他是有一個很 很巧妙的這種對位關係 在發展這個故事情節上 然後另外一方面 我也是在準備講錯之前 然後就是再重讀幾次 突然就發現說 本來我一開始第一次讀的時候 沒有想到為什麼是機器人跟複製人 可是我再次再讀 然後就突然覺得說 其實這兩個都是人造出來的東西 就是說他們如果你說 他的位階的話好了 他們其實都是人造出來的東西 所以在故事裡面這個都是被 人所製造出來的東西 他們彼此相戀好像又 又沒有那麼衝突 就是說如果我們現實中有一個人 他愛上機器人 我們可能會覺得他 太另類了 太小眾 可是在這個故事裡面這個呈現 照著那個故事這樣走 欸這件事情好像又有點 理所當然這樣子 對 就這個我想後面我們慢慢談到 漫畫裡面的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們再來聊 那其實這幾天在Open Book 有一個網站叫Open Book 他看很多書評或者是報導 好 那有一篇 劉木老師的訪問叫做 《遠方及故鄉》 《故鄉及遠方》 你看我今天腦袋的 《遠方及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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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 就是上網搜尋 那篇也寫了蠻詳細 特別是劉木老師過去的經驗 然後我看了之後 我也才驚訝 就是說你其實大學 讀的是文學相關的科系 是 是 但是後來才 後來才就是 因緣際會 最後選擇是用 繪畫 用漫畫的方式來表達 然後我也是讀了那個報導之後 想說哇 豁然開朗 難怪就是 這個漫畫 這麼有這種文學性的感覺 對於文學人來說 讀起來很有 很有共鳴 我剛剛忘了講 就是我覺得讀起來很像是那個 《死黑英雄的別讓我走》的那種感覺 就是 因為其實這個 諾貝爾德魯瑟一雄 他寫的這個小說也是一個 有科幻設定背景 可是他最終寫的是 人文的核心 對 那 呃 不曉得你自己 在選擇創作的這個媒材的時候 最終選擇漫畫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故事 是用小說來呈現的 然後或者是說你在 你在把它畫成漫畫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 它跟用文學文字呈現的方式的那種差異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有趣的可以跟大家分享 嗯 謝謝浩瑋 我其實 我其實有曾經 曾經想過 對 但是我在想 還是因為我在大學時候 有試著畫過一些小短篇的 就是畫給自己看的那種短篇的漫畫 會不會讓我感覺到 嗯 好像畫圖這件事情 它是可以跟我過去經驗所學的東西 就是不管是大學時期的訓練也好 或是我小時候一直都憧憬自己可以用畫圖為生為好的 這種興趣的兩者結合 所以 不自覺地走上了這個想要用畫圖來表述的道路這樣子 那當然我不是沒有試著用小說寫過 但是小說寫的不怎麼樣 所以 所以說 就是 一個很自然的一個派換吧 對 那某種程度上是這樣 然後 那 如果要說到就是 呃 有哪些東西對我來說是 呃 漫畫的有趣之處的話 我覺得 呃 我倒是 我倒是有想到就是 呃 因為如果是直接講所謂的創作技法 我覺得 創作技法它是可以被 呃 分到 細分到一些很像原子式的一些小小的創作的單位 可能例如說有沒有層次感 然後有沒有節奏感 但是這些東西它好像並不是指獨屬於漫畫 它是每一個創作領域 不管是音樂文學電影 都是可以用上的 那我就開始思考說 那什麼是 呃 漫畫 比較常使用的 呃 美學的 每一屆呢 呃 我覺得我這邊我想要 來 我有準備一個小小的表演 就是 沒有 也不是表演啦 就是 假設我們先 先假設以電影的分 分割好了 分鏡好了 我們先看到 我們先 假設我們先看到一個人 好 他站在 他在火車裡面 然後跟一群他的家人們 就是他幫忙放行李 之後這個男人下了火車 在火車上面揮手 然後 我們看到第三個畫面是 這個男人 他在陽光底下笑了非常燦爛的笑臉 好 就是電影裡面大概三個鏡頭 接下來我們來看文字怎麼描述 我準備一本書 好 就是文字的描述它可能是 彼得 彼得替他把行李拿上火車後 就一副急著想脫身的樣子 但不是真的要走 他向他 他像女性 他向他的老婆解釋 他只是擔心火車突然開動而已 他回到月台上以後 抬起頭 望向他們座位旁的窗戶 站著不住的 站著不動 一直揮動手臂 一面微笑 一面揮手 在凱提眼中 那微笑是毫無保留 像陽光那樣溫緒 對這世界沒有一定點的懷疑 在凱提 彷彿在說 他們彼此永遠都是 對方眼中的驚奇 所以我在讀完這個文字 我瞬間就會覺得 文學它竟然是可以一個 在非常精煉的 非常短的一個時間裡頭 把人的感知跟那種抽象概念 講述得非常清楚 甚至是過去跟未來的 某種人物的關係 都講得非常清楚的一種載體 甚至是因為它面目模糊 所以它時間是非常可以非常 跳躍跟剪貼 所以我讀到 我每次在讀文字的時候 就會覺得 文學真的是很不講武德 這樣子 所以 所以我們是沒有辦法 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 如果漫畫這樣做 就不有趣這樣 可是文學是有辦法 在這麼短的時間 讓它 就變得有趣這樣 然後我 同時就是 因為文學太容 非常能夠去強調 這個時間的調動 就是它的美學 所以它也能夠 做某種 對我來說 仿佛是一種邏輯訓練的工具 這樣子 對 那回到漫畫這裡的話 我們假設 剛才我們提到了三個電影的畫面 三個影格 然後我們剛才念了一串文字 那我們把它加起來 變成漫畫的話 那直接硬加 這樣是可不可以呢 我覺得是可以 但是我們有可能會覺得 開始有點無聊 因為假設我們要說 一個笑得很和許的一個男人 然後旁邊在搭 這個文字在旁邊 然後旁邊在搭上 就是真的笑得很和許的一個男人的話 他這是一個重複 同一件事情做兩次 那這樣的話 我覺得它不是不可以 可是它會變成一個 紮實的節拍 那如果每一次都做這個節拍的話 讀者很快就會感覺到無聊 對 所以就變成說 漫畫 對我來說是 它最 對我來說的一個操作的美學是什麼呢 就是 應該就是算是 文字跟圖像的平衡 就是 我們偶有的時候 可以讓他們很靠近 就是文字跟圖像 偶有的時候可以很靠近 有的時候 又可以很遠 所以它靠近的時候 發出的是扎實的聲音 那很遠的時候就會有回聲的聲音 那在扎實回聲 扎實回聲 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們馬上就會上升到 另外一個創作的樂劇 創作的單位 如果用音樂來講的話 就是從樂劇上升到變成旋律 對 那我覺得這就是漫畫有趣的地方吧 就是它可以去操控文字跟畫面之間的一個空間感這樣子 對 嗯嗯 剛聽這一段我覺得 對 如癡如罪 因為我沒有辦法畫漫畫 但是你會寫小時候又會畫漫畫 所以就是 我沒有會寫 有 有多一種經驗這樣子 好 我好像有看過一個那個泛科學的訪談 好像有聊到 就是你說你的分鏡是用文字寫的 不是像一般的畫家好像比較都是畫草圖的 喔這個的話草圖最後也會畫 對 但是 有點像是在 我很依賴就是幾乎把故事都寫得很仔細 在進入開始進入分隔的狀態 因為有些創作者他們是比較靈感性的 就是他們要看到畫面的整個布局的時候 再填入文字他們比較有感覺 對 那我自己的話是習慣就是很調劣式的 把該想的都想完 然後甚至會括號這個人做什麼動作之類的 到這個程度我再進入分隔跟分鏡這樣子 就是比較畫面式思考跟比較文字式思考 然後我覺得你聽起來好像比較借在中間都有的感覺 嗯我覺得有一個很大原因是我的邏輯不怎麼樣 所以我必須要順順的很清楚 沒有我覺得順的很清楚是邏輯很好 順的很清楚 我問這個問題是我想要接著問就是 因為我在看漫畫的時候 像我剛剛講說讀那個CCC 然後看不見舞蹈裡面的那個華麗的那種那個分隔啊 就是我在看九號天的時候 大概會是比較像一百九十二頁九十三頁 然後一直到一百兩百頁左右 大概還有班書 這一段 接下來要考試各位 就是那個奇歐在那邊在修安德 然後他就是畫面上基本上是沒有字嘛 然後就是這些格子其實是有點好像重複但是又微微的不同 然後但是最後他是奇歐在河邊看到天鵝 然後天鵝要起飛 然後他奔跑著去追逐那天鵝 然後最後是一個華麗的跨業 就是天鵝起飛了這樣子 然後就是我在看到班科學那個訪談之後 然後我就回來看這一段我想說 哇那這一段你當初的那個分鏡的描述到底是寫什麼 好想知道 就是好想知道說如果它是一段小說的話 它會是怎麼樣的敘述這樣 好那 你記得嗎 我覺得好像沒有記得很清楚 但是我就想那邊的描述我可能會 像這種純表演的我好像會寫的相對簡單一點 我會寫的是比較多是人物內心的激轉 就是一些重大的文系的時候 我會寫非常多的人心情的激轉 來卻來告訴我或者說說服我 角色這麼行動是符合邏輯的 對那至於像這樣的畫面的話 我覺得我好像會寫 我當時可能是寫說 他現在處在一種非常寂寞的 某種失落的情境裡頭 對然後他後來做哪些 我覺得很平鋪直樹的具體寫 他正在寫做什麼行為 之後他就開始奔跑之類的 大概會這樣子簡單的寫 我覺得這顯然就是一個圖畫 會比文字豐富許多的一個案例 就是因為我覺得這幾格 他醞釀的那個情緒 大家如果你真的有找到的話 我覺得那個情緒是很強烈的 特別是前面都在敘述故事 然後大家開始漸漸在這個時候 搞清楚人物的關係跟設定 然後進到這個情節 然後非常專心的在看齊歐座這個動作 然後重點是這個查爾斯還有 還有就是猜一腳這樣子 我想說那這個查爾斯描述 會是怎麼樣 此詩查爾斯心裡覺得 我想說怎麼都不聽我講話 一個寂寞的父母的心情 那我也想要接著問就是說 剛剛你其實有提到 有一些其他的作者 或者是大家 每個人畫作習慣的不同這樣子 那對你自己而言 你的文學上閱讀的養分 還有這個漫畫上閱讀的養分 或效法的對象有嗎 嗯 作家會作弊 或者漫畫作弊這樣 我覺得我的很多的 閱讀的來源跟養分 都是來自於我的認識的朋友 來自認識我 跟我認識我的朋友 這樣講嗎 就是我的朋友們 對 然後對 手腳真的是我的朋友啊 太多醉字 就是這樣 然後 總的就是我的很多養分 都是來自朋友這樣 那我自己的話 我其實最常看的都是 運動類型的漫畫 如果要我自己 如果我沒有朋友 我只有自己找的話 我都是去找運動類型的漫畫這樣 因為我有個朋友 他是很愛聽爵士音樂 他會說爵士樂 有一個搖擺時代的樂曲樂風 對他來說是糖水歌 因為很容易聽很入口 那對我來說 運動類型的漫畫 也是非常入口的作品這樣 那如果要說 我真的有什麼樣的漫畫的培養的話 我朋友們推薦的我很多作品 都是像是九井亮子的短篇集 然後或者是我的朋友 還有推薦五十蘭大界故事說不停 對像這樣子的這種短篇集的作品 我覺得看完之後 之所以會感動 它比較像是一種 他們比較像是一種 他們知道怎麼樣去折疊 就是怎麼樣把多餘的東西折疊掉 讓故事能夠在這麼短 這麼精烈的一個狀態之下 講出能夠讓讀者能夠看得懂 而且又夠深的一個作品 這必須要是這個作者 他必須有對人自信的 極高的理解力 他知道人大概心智如何去運作 所以他知道哪些東西抽掉了 我們也能夠瞬間進入他的魔幻世界裡面 所以那些短篇作品它是如何去折疊的 我覺得這是非常值得學習的部分 所以我好像真的要說哪些作品影響我的話 的確有很多我能夠提出來的 好像就是短篇作品比較多這樣 那現在有辦法講一個具體的 就是你印象最深的 剛剛提到這種折疊的例子嗎 折疊的例子的話 我覺得好像可以是 酒井亮子裡面有一篇作品是 春陽 春陽 就是在抽屜裡的生態香 對它裡面有兩篇作品 一篇是叫春陽 一個叫秋月 對 那如果真的要具體描 怎麼樣描述他的作品內容的話 我想一想 有點像是說他能夠 因為他 我覺得這樣子爆雷不知道可不可以 因為我覺得大家真的很值得 直接進去酒井亮子的世界 對 那我認為他必須要非常理解 我們在 他裡面可能大致上是在講 一個人類去養了一個小小的人類 的一個非常短的短篇這樣 對 於是這小小的人類他自然他的年紀 就像是貓貓狗狗那樣子 年紀會長得 會比較快的流逝這樣子 所以他 有一個非常大的前提 就是我們知道所謂的年齡的論述 一個他 我覺得很嶄新的一個故事的結構 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在 在讀的時候就可以感覺到 酒井亮子 他運用了所有他能想得到的武器 去創造這樣的一個短篇這樣 那他如果現場 因為我們不知道這位漫畫家 他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酒 然後 那個水井的井 然後他是原諒的亮 然後 這樣 究竟 欸 移工犯是他 對 移工犯的這個原作者 這樣子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再去找他的漫畫 這樣子 那 我想我們差不多應該時間要進入就是 九號天有這個故事作品本身裡面的一些討論這樣子 那 就像我剛剛前面也都稍微提到 就是說其實書裡面兩個 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那個主要的議題就是 複製人這件事情 就是當我們複製一個人的時候 用 這科技用同樣的基因複製出同樣的人 然後 在漫畫裡面的設定是 會有34.9%的選擇跟他們上輩子一樣 我看到這個時候我以為這是真實的 我被騙了 我真的太單純了這樣 就是 我是看了那個飯科學人的訪談 然後發現 欸這不是真的喔 這是虛構的 我還想說這個是 有什麼 就是 對 研究還是什麼去推出來的這樣 但你在定34.9%這個數字的時候 你自己覺得是高還是低啊 我覺得他是一個 我覺得他是 但是對我來說他卡得剛剛好 原因是因為可能過去的 可能例如什麼設計的訓練什麼的 他科都會有什麼3比7之類的 那樣子的一個所謂 黃金分割之類的一些原則 所以我很不自覺就會想到了 三分之一的這個數字 那之前在OpenBook採訪的時候 李華就說他覺得三分之一 是一個很剛好的 他也覺得是一個很剛好的數字 因為如果我們超過50% 好像就沒有什麼懸念了嘛 如果那就是這個角色 就真的很有可能成為 步上前人的後程 但是他只有三分之一強的時候 就會讓人有種 猶疑跟猜測的那種感覺 我想說 嗯好像就是這個數字 越想越不錯 但是其實我當初在想的時候 沒有真的就是 比較像是用直覺性的去選擇這樣子 對 我其實後來在想整個故事的時候 我覺得選三分之一左右的這個比例 它真的是非常恰當的原因 是因為它讓很多其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就是說如果你選的是三分之二的話 那等於是說他們要讓未來不一樣的話 它只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 但是你選三分之一會一樣 那讓未來不一樣的可能性就是變三分之二嘛 嗯 就是其實未來不一樣的 那個可能性的空間是更大的 它有可能發展出不一樣的東西 也就是說他們在這個計畫裡面 它並不是想要把過去消失的東西複製回來 就是 嗯 但它比較常見到的故事形式 常常是說啊這個東西失去了 所以我把它找回來 我要它原原本本的回來 它跟原本的東西可能 基本上非常非常像 像到六七八九層這樣子 然後 嗯 就是這樣子的故事走下去的話 它最後會變得比較單調 就只是說這個 這個複製來的人 它 最後那個 那一點點可能性 它有沒有辦法變成不一樣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你一開始設定說 這個複製的生物其實只有三十 三十四點九 對不起的數字記不起來 三十四點九 它會跟上輩子一樣 其實等於是你一開始就容納了很大的可能性 嗯 就是說 假設我是查爾斯 我是在做這個複製的人的時候 我也會 比較傾向說 嗯它如果做出不一樣的選擇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 嗯 我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 然後同時我可能某種程度上也 也在期待這一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反而變成是 故事中也是推動劇情一個 很重要的關鍵 嗯嗯嗯的確是 的確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比較像是 這個角色 剛出生的時候 可能這三十幾% 是之前做各種各樣的生物研究 得出的一個數據 在這個故事裡面 然後接下來 一個複製人真的出現以後 他們其實是不確定 真的有沒有符合 這個如果是人 如果我們都把人 視為一個物種裡面的 Top 他們可能會想說 我們說不定不會符合 這個34.9 所以這個人一出現的時候 其實大家是有一點不知道 要怎麼樣去對待 這個第一個複製人 但是他們仍然盡量還原了 就是這個角色的 所有的生活的環境 即使之前的生物的研究經驗 可能是即使這個環境不一樣的 生物仍然會允許那個34.9%去生活 但是因為人能不能這樣 他們不知道 所以他們只好盡量還原那個環境 來避免太多的變因 對然後所以導致說這個奇歐這角色 他只能夠像他的基因的提供者奧斯那樣 就是一樣活在一個相對孤獨的環境裡面 然後為什麼是什麼樣的契機產生了改變呢 我覺得是這個故事裡頭的查爾斯 他成為了這個機構裡面的最高的掌權人之後 他就決定要讓這個奇歐的角色 他是可以在某個時間裡面出門 就是這是一個最 一個轉機這樣子 對但是當然他們可能會有一些 內部的一些角力 就是有些人覺得不應該這麼做 但是他說查爾斯堅持這麼做 所以他得罪了哪些人等等的 那最後他們的折衷的方法是 奇歐出去之後他只能夠固定去某些點 某些地方 而那些地方裡頭就是也有一些人 但是那些人他們可能像是西捷羅那樣子 過去跟這個基因提供者有關係的人 他們才能夠接受 對所以這是雖然故事裡頭沒有特別的 的提出來 因為我提出來好像太冗長 對那我覺得他背後還是有一些 這種很政治的東西存在這樣子 對 剛開始前然後我們在先聊 然後也聊到一些 我就覺得說很有趣就是 特別是像剛剛六毛老師也一直提到 就是說折疊還有畫漫畫 他其實要很注重那種圖跟文字的 這種互動的關係 那也就因此其實是有很多這個背後的理設定 就是你其實可能都把這個人物的故事 是想的很清楚的 然後他的背景都想的很明確 但是可能在故事中是沒有畫出來的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對於寫小說也是一樣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寫的時候寫一個人物 其實我們可能是把這個人的身家 甚至是身高體重什麼全部都想得很清楚 只是因為這些資料對讀者來說是不必要 所以就沒有寫出來這樣 不過我覺得趁這個機會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我覺得這是很有趣 相信大家也會很有興趣嘛 那像在Open Book那篇訪問裡面 就有提到說人民的那個取法 就是這個齊歐其實是chow嘛對不對 就是這個打招會的用品這樣 然後安德是說那我就不會發音嗎 說是冰島嶼裡面的重生的一個意思 是是是 我自己也不太會發音 我請google發音 大家可以去找這一篇訪談 在Open Book上 那我剛會前問的就是問說 那這個齊歐原本的這個基因提供者 奧斯福斯他的這個名字由來是什麼 就是如果是奧斯這個名字的話 因為最初這個設 其實這個故事它可能是一個 它是一個虛構的一個世界 對但是我在畫的時候是有參考 我們世界地圖裡面一些比較真實的位置的 然後當時是預設是在一個荷蘭的 故事發生的地點是在荷蘭 對然後荷蘭裡面有一個鎮叫做奧斯這個鎮這樣子 對那為什麼會 我就是可能就是設想說 就是其實奧斯他的家人是亞裔 然後他們可能就是來到這裡工作 但是某種程度上是跟社會是脫節無法融入 然後他的父母 工作的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是幾乎沒辦法去照顧這個小孩的 所以這個小孩甚至也要分擔 某種程度的家庭的生計 所以他必須在河邊裡面去幫忙去餵養 他們的一些飼料寵物什麼等等 就是一些準備要賣的動物這樣子 對所以他大概是這樣子比較孤獨的一個童年 然後甚至連他的名字都相對來說 是被有點隨便的取名 就是在這個城鎮出生的小孩 就是奧斯的這個名字這樣 大家這樣子聽就可以聽到 其實這就對應到漫畫裡面 剛剛差點講的小說 漫畫裡面有一個小的情節就是 就是有說為什麼只能讓那個齊佑跟西傑羅見面 然後有一小句的台詞就說 因為這個人從小就是這麼長大的這樣 可是其實在整個故事後面沒有太細的去講這些東西 然後就是剛剛惠錢這樣討論的想說 原來豁然開朗 然後一切就都合理的起來這個樣子 那再回到剛剛講的那個比較大的主題 就是複製人的就是用基因複製出來的一個人 然後其實我們最終不能確定的是他的那個內在 然後或者是我們可以稱之為叫靈魂的這個東西吧 那安德那個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他換了一個外貌 然後但是他的核心是一樣的 可是他還是一樣的嘛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漫畫如果我們要探討主題 然後探討問題的話 他最終會問的一個很大的核心 那不曉得身為作者 你自己是怎麼看待這一件事情的 就是如果要說他有沒有靈魂的話 就是有沒有那21功課的話 就是我自己是覺得 我理性的我的那一面是偏向於其實是沒有 對但是我感性的那一面 還是仍然會覺得說 就是我仍然會有一個人類本位的移情的作用 我期待他有 所以在創作過程中我一直都是很拉鋸的 就是要怎麼樣不要讓他脫離太多 就是機器人行為以外的演出 我真的非常的苦惱這樣子 就是我仍然會有一種屬於我人類的傲慢 就是我要他有那個人類的心智或是情感 可是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就不再是機器人了嘛 所以我就是要花非常多的力氣去想像 他應該會有什麼樣的行為 對然後那不斷的去替換這個外觀 然後他還是不是他 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而且甚至對我來說 稍微有一點點的有一點的距離 所以而且甚至是我本來也想探討這個問題 所以我在畫的過程之中 我也算是在畫完之後才開始有了一個比較初步的解答吧 對那當然這個解答我覺得是屬於我自己的 就是每個讀者讀完應該都會有屬於自己的解答 就是安德他到底這樣子有沒有靈魂這件事情 是屬於讀者有自己的解答這樣子 嗯嗯嗯大概是這樣 那我剛剛腦中突然閃過一個東西 但是忘記了 想到再講 好 那回到這個漫畫的標題叫九號天鵝 可是其實他這個天鵝是作為一個 故事中好像是一個異象的這個作用在存在的 就是說好像他看到的是 是其右看到這個天鵝的飛翔 然後去存在的 會觸動他一些內心的情感這樣子 但是為什麼會把這個異象的東西放得這麼重要 變成一個漫畫的標題 你覺得他的作用 或者這樣取名的那個用心是在哪裡 嗯我覺得這有可能是 我覺得這有可能是我最初想到 有最初想到的那個 嗯因為他是 因為他是齊歐的最初的 嗯嗯 某種對飛翔原初的動力吧 對然後我就在想 那他是不是可以成為這個故事的核心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找到這個天鵝的時候 我其實也是有點猶疑 就是天鵝他好像是一個很常被使用的意象 所以他要不要成為這個故事的核心的時候 我一開始其實是在思考 他是不是會不會太俗套啊之類的 會有這樣的一個猶疑 對那為什麼最後他還是會變成一個重點 甚至成為書的名字呢 我覺得我覺得那是因為 嗯我在尋找這個故事的主題 也就是在看完天文館的那個活動之後 我找到了迷戀遠方的人的這個意象 但是其實迷戀遠方的人 他其實是一個單純的行為而已 但是他有沒有一個更深的 我們就是一個更外圈的某種哲理在裡面的話 其實是目前是還沒有的 可是後來我是讀到了一本書 叫做《臨在與不死》 它是馬賽爾的一個哲學的著作 那裡面可能裡面就提到說 我們對於某種熱情的追求 對我們對某種熱情的追求 會使遠方的概念變得非常的靠近 對那所以說遠方的這個概念 他變成了一個非常 他不是一個物理上的距離 對他而是他是 可以跟內心是完全貼合的距離 所以他是一個顛倒的一個概念 所以在找到了這一本書之後 在讀到這一本書的這一句話之後 我就覺得這個故事是有可能完成的了 我才終於有底氣去完成它 也就是說這個公式是 是有機會傳達給讀者的 然後同時就是天鵝這個生物 它又是一種遷徙動物 對它就是一個遷徙動物 那天鵝它可能在找尋要 遷徙動的點的時候會迷路 但是它回家的時候 是一定會回到自己該回的地方的 對那就是在這樣的 種種的情況下 那我覺得天鵝這個意象 越來越明確 那很自然的就 天鵝它就是成為了一個很大的主軸 然後也成為了這故事的標題 對那至於九號兩個字 就是覺得好唸這樣 對 作品都很需要這種神秘的 我覺得它就是命定這樣 對 像你剛剛提到那個 熱情史的遠方 好像其實離我們內心很近 我覺得也有表現在漫畫裡面 就是它有找到一張照片 然後說那個照片 就像宇宙一樣 可是其實那是它自己的胚胎 所以其實就是好像人類的 我們覺得宇宙是很廣闊很遙遠很未來的 可是其實真正遙遠未知廣闊的 其實是人的內心 或者是人的內在 就是人一開始 真正神秘的那個不可探測 然後其實大家會很想知道的部分 其實不一定在外面 而是在裡面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整個故事到最後這邊 整個那種收束在一起 就 啊 再次讚嘆這樣子 不要這樣 謝謝那個小編的那個 那在蘇邀上面就是 也有一直提到一個詞 就是機性戀嘛 就是說喜歡機器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這個漫畫裡面的呈現 有點 怎麼講 跟一般想像的機性戀好像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就是我想像的機性戀會是說 因為一個人喜歡機器人 因為機器人目前我們現在所知機器人 他不可能像人類一樣 他基本上就是機器的運作 那內在頂多就是一個AI這樣子 那 但是在漫畫裡面 其實那個安德他是有一個很 我覺得他是幾乎很近視於人的 人的內在 人的靈魂這樣子 他只是有一個機器的外表而已這樣子 那所以 他最後變成人的時候 反而起由一開始才會不能接受 那這個點上好像說他比較喜歡機器的外表 是機性戀 可是 終究他們之間的那個情感 還是因為人跟人的那個內在 我自己讀起來啦 我會覺得是人跟人的內在的那種互動跟吸引 才產生的連結 那不曉得作者自己在設定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怎麼想的 就是如果要說 如果要說就是 他們之間 如果像浩瑋說的這樣就是 他們其實是因為人的自信而在一起的話 那我就想 那糟糕了 就是我沒有設計好這樣 就是 我讀起來 對 但是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就是 大家所有讀者就是閱讀的結果 我全部都接受這樣 就是 如果覺得他不是機器念或者是他是機器念 我覺得都是很正確的讀法這樣 對那 對我自己來說的話 我可能是覺得 機器念這三個字 它有一種 就是 把人的這個本位降到很低的 的一個概念吧 就是 我們將一個 可以說是無機物的一個存在 變成一個可以預見的對象 的那樣子的一個思考方式這樣 對 所以說這個機器它可以是可以被遇見也可以不被遇見 也因此我們開始有了選擇 而不是沒有選擇 所以我覺得這個詞這三個字其實是一個很美好的字這樣 對那至於這個角色就是齊歐對於安德 它是依戀或是友誼或者是尊敬或者是陪伴都是可以的 對我來說都是概括的這樣 其實我覺得它那個情感也有一部分很像是那種 小時候我們可能有小貝貝啊 就是 玩貝貝子啊 或玩歐娃娃 就是你就是會依戀依賴那個東西 然後它消失好像自己也會 就是也會有某部分失去這樣子的感覺 但是剛剛聽到你說 降低人類中心這一件事情 我就立刻想要說 其實這個我覺得可能也是這個漫畫傳達很重要的一個核心 因為很多時候真的是因為人類中心 我們就會覺得說你的人類比例要越高 我們才能夠接受你 所以其實像人造人複製人 然後或者是機器人或者是其他東西 其實我們就會因此而覺得說 我不接受它因為它不是人類 然後 因為它不是人類 所以我們用其他方式在對待它 可是其實我覺得隨著 現實的科技越來越進步 甚至到現在 我們 人類 就是很多 哲學家也都在談賽博格這一件事嘛 就是說 我們人也已經不是 完全百分之百純種的人了 我們其實從出生到 長大你可能 比方說你動各種手術 戴眼鏡 戴眼鏡 對眼鏡這就不是我們自己自身的東西嘛 或者是說 做醫美 那甚至是有些時候打疫苗 嗯 其實也是啊 就是你讓 不是人的這些東西存活在我們體內 可是其實這些東西 也許是可以真的幫助我們的 那我們真的要一直抱持這種很純粹的人類中心主義 就是說你一定要是 呃 純正的 自然的人類才是好嗎 但是其實我覺得有些時候這個觀念 可能會使得某一些人特別又被壓迫 或者是又被 受到一些阻礙怎麼樣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可能是這個漫畫也另外傳遞了很重要的一個訊息 嗯嗯嗯嗯 那接下來我們來聊聊其他的角色喔 就是剛剛講說 剛剛講的那個 呃 奧斯的設定嘛 嗯 就是這個奇歐基因提供者原本 那有剛剛有另外兩個很重要的角色 還沒有認真提到 就是那個西傑羅跟查爾斯 嗯 那他們的故事 他們的 那種情感到 呃 你本來的設定 大概是怎麼樣呢 嗯 我最初的時候 其實 呃 因為在故事裡頭 西傑羅他已經很老了嘛 但是 他其實年輕的時候是一個很政治的一個人 就是 他的社交手腕 其實是 呃 相對 如果真的要拿三個人來比 就是奧斯 西傑羅 跟查爾斯 三個人來比的話 社交手腕裡面 西傑羅是最好的 而且他對於 呃 權力上其實是有某種程度的野心 而且也很崇拜強者 這也就是為什麼他一開始的時候 是 有點處心機率的想要靠近奧斯 因為他認為奧斯非常的厲害 所以他想要去了解他 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那當然在相處的過程中 他們可能會有 呃 西傑羅可能自己心裡會有所變化 可能就是不再是以這種很利益主義的方式 去跟對 跟奧斯相處 但是隨著後來 就是他可能在太空 當了幾年的太空人之後 回到了地球 他呃 想要再往上爬 就是他想要在這個機構裡面 再往上爬到不同的位置的時候 呃 發現了某種阻礙 就是有一個聲量 他們認為奧斯比較適合當這個機構裡面最高權位的人 所以西傑羅其實一陣子內心是感到複雜的 對 那但是最後西傑羅還是成為了一個一個太空總署的署長之類的職位 就是呃 讓奧斯成為 呃 就是讓奧斯再出一次去上太空這樣子 對 大概是這樣 你有考慮學海賊王畫一個那個黑夜嗎 哈哈 這感覺可以再畫一個翻外篇還是再出一個別步這樣子 哈哈 這個全力鬥爭的 因為畢竟2088年嘛 就是中間有六十幾年 從現在開始畫了 哈哈 哈哈 這個 呃 對我來說這一部故事好像一側結束 對我來說是最漂亮的那個部分 所以我才有勇氣就是直接用講的 因為我可能預計就到這裡為止這樣子 對對對 沒關係就是有一些想法 我覺得那個故事原型你可以把它收回來 然後未來再用 哈哈哈哈 對就是不一定要叫西傑羅或茶 哈哈哈哈 我覺得剛剛聽到這個真的很寶貴很精彩 就是因為這些真的都是 只存在於創作者自己內心心中的東西這樣 然後我這邊有一個題目我覺得 因為是好像是很多讀者想知道 所以我想說趕快問一下就是 很多讀者想知道故事結束之後 查爾斯和太空總署的大家都去了哪裡 哈哈哈哈 就是很多很多讀者留言 或者是那個出版社會收到的 哦 嗯 首先 查爾斯就是在這一次就是可能 其實我沒有辦法再回來地球之後呢 嗯 查爾斯就頹廢了幾年的時間 然後之後他 哈哈哈哈 那 嗯 然後之後他就先去了一個 我覺得坐標跟現實世界很接 很像西伯利亞的這個位子 就是很北 尾度很高的一個地方 去看就是一個叫做EDEN的一個就是複製生物的機構 他那裡就是有一個非常大的湖泊 就是查爾斯去那裡看就是複製天鵝的產地這樣子 那去看完之後他就開始去到處攝影 對 那因為查爾斯他本身是一個 從小時候他就很喜歡做料理嘛 但是 但是他 他那時候就感覺到 哦 他還是很想要 他決定先拍照這樣子 就是他就到處去攝影 就是這個過程中他就耗費了他的很多积蓄什麼的 那總之就是繼續快花完的時候 他就自己開了一間餐廳 就是最後他的結局 然後再來是 呃 如果是沙冰娜的話 就是在番外片裡面出現的一個女性 她是一個 呃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讓自己 閒下來的性格 所以她在退休 就是這個太空總署幾乎沒有 她該做的工作之後 她就去不同的大學教書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巴頓的話 他應該是去開了甜點店這樣 對 然後 最後李克 就是李克我有看讀者 反應就是想說 李克後面沒有出現 他是不是被裁員 對就是 對就是 就是 但是那個 因為李克就是 放齊歐進去那個 那個機房裡面 所以可能被裁員 但是 他其實沒有被裁員 他因為當時的人力非常的稀缺 對 然後 所以李克只是被寄過 他還是待在那邊 但是是好景不長 就是齊歐離開之後 他就失業了嘛 所以 所以他就是 阿福小老開心 然後總之就是 他後面也就是回到了 他原本工作的地方 就是去看那些機器人做事 就是監控機器人的職位這樣子 他就回到了那個 他原本工作的地方 對 大家可以聽到 這個創作者非常的盡責 就是幫每個人都 想好的人生跟未來 而且你剛剛是用一種 好像在跟朋友聊天說 那查爾斯 他就小時候很會做掉 我這一回事 對啊 好像是 好像是我們都跟他 認識很熟這樣子 非常好 我覺得 很有感情 沒辦法可以畫出 沒有感情的作品 好 那在CC連載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相信有很多讀者 也有上網去回覆嘛 那你跟這些 就是讀者的回覆 然後你看到那些回覆 有沒有什麼 讓你覺得有趣的事情 或者是 你想要跟他們互動 或者是 會不會有影響你後面 這個連載中的 一些狀況這樣子 會不會聊聊 連載的內容的話 應該說就是 就是 如果我要改動故事的結構的話 我比較依賴於就是 聊過很多天 或者是 例如說我的編輯 然後或者是 我的非常 認識非常久的朋友 就是我知道 對方的閱讀的習慣 的朋友的回饋 我比較 就是我傾向於 接收他們的回饋 來修改作品 但是我也有很多 我也很喜歡看 讀者的留言 我印象深刻的一個是 就是 當安德的名字 變成安 的這個時候 在這之前 在安還沒出來之前的 前一回還是兩回 就有讀者在猜 欸 那個安德的名字 越變越短 從安德福里安 之後變安德 那接下來是變安 對 所以我的編輯就很 就 就 幾乎像是尖叫一樣 在跟我說 欸有人猜到了 就是接下來下一回 就是 他就真的用安的名字 來出現 但是這邊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跟 讀者在互相的猜謎 在我的想像之中 讀者是絕對沒有辦法去 讀者是比我們還要更了解故事類型 或是 比我們更懂得 預知故事走向的 魔王 這樣子 所以我們必須要不斷的 有點像是跟讀者過招 就是我們不可以讓讀者感到無趣 所以當讀者猜到的時候 會有點緊張 天哪 這樣就是 對但是 就是這種 連載的過程中 才有的樂趣吧 就是讀者會在底下 一直在猜故事走向 然後我想說 天啊你們不要再猜了 就是 被你們猜中怎麼辦 有因為真的猜到 改掉的東西嗎 或者是 目前沒有 目前沒有 對對對 想說 就是大家看那種 那個什麼漫畫解析 就是YouTube影片 都會有那種災難 或者什麼 然後他就會說 啊接下來這個漫畫 看那個設定什麼 海賊王接下來一定會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那個 底下留言就會說 鬼田要不要改劇情 我想說這到底是真的 因為 你知道寫文學姐想說 我們現在沒什麼機會 可以寫連載 所以其實我們都是 完成作品之後才 要辦法整個作品 跟讀者互動 然後結果我就覺得說 現在漫畫 還有這種連載的形式 然後它可以 即時跟讀者互動 這個經驗其實我覺得 非常的 聽起來我也覺得很有趣 然後好想嘗試看看 編曲在現場 如果未來你畫更長的長篇的話 有可能被猜到 然後會改嗎 我還不確定 如果有可能會 如果那個是我覺得 非常重要的關鍵點 有可能是改不掉這樣子 或者是一改就牽動全身 就改不掉 但是如果是一些小細節 也可能也有可能 就是會產生一種競爭的心 就是想要讓讀者感到 嚇一跳的心 有可能會想改 但是我自己老實說 就是因為我在網路上連載的時候 我記得我看的時候 好像大概沒有連載完 就好像是剩最後一兩回這樣子 然後我就是一回一回看 然後老實說我很難猜耶 就是也許可能因為我也看得很快 我想要趕快知道說 這故事怎麼發展 然後因為就叫九號天鵝 所以我看第一回我想說 喔所以是一個生物學家 研究那個複製動物的故事嗎 就發現欸不對 怎麼會變成太空人的故事 所以這個天鵝會飛上太空嗎 就發現欸也不是 怎麼會這樣猜不到 對啊我想說今天會猜到讀者 也太厲害了吧 就到底這些讀者都猜在哪裡 現場有嗎 我是想如果是論結局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能隱約 我有看到很多大家的留言嗎 可能大家隱約的時候 就有猜到它可能是一個相對 呃悲傷的結局 我覺得這個大方向 大家都是有找到這樣子 對所以我覺得我在思考的一個點是 雖然說我 雖然說我們剛才開玩笑說 可以跟讀者較勁 對但是其實 如果能夠讓讀者能夠在 一個合情合理的狀態下 順順的讀下去 它也是一種我覺得 理想的閱讀的形式 就是符合讀者想看到的 這個故事的調性 然後我在其中做一些變化 這也是我覺得有趣的地方 這樣 對啊就是 有些時候我看那些 就是漫畫的連載讀者回應 我就想哇 讀者真的是很難搞 就是 這個意義就是說這個作者 就是都沒有什麼心意 然後那個 丟出一個心理 然後又說 啊這亂話這樣子 對然後被猜到又說要改 這樣就覺得 真的是 創作者好困難啊 那 就是 你現在有開始在計畫 接下來的作品嗎 接下來的作品是有的 就是 我有 目前跟 目前有一個是 還沒辦法公開的 短片集 然後還有 短片作品啦 短片作品不是短片集 然後短片作品 然後還有一個是 呃 比較 預計是比較長的 呃 的連載 然後也是跟 九號天鵝的 責任編輯 九號天鵝的責任編輯 責任編輯有兩位啊 一位在現場 一位是任榮 然後另外一位是許甄 然後許甄 今天很可惜沒有來這樣 對那 之後會跟許甄編輯一起 就是創作一個台灣1950到1990年代的歌廳秀樂師的故事 對那這是 目前在計畫中 就是還在找 找資料 那大綱其實已經寫差不多 然後現在就是用一些田野調查 去把它弄再扎實一點這樣子 對還在努力之中這樣子 好期待喔 我很常被人家問到說 欸你下一本書在哪裡 所以我很少機會問人家說 你下一個作品在哪裡 我很珍惜剛剛問這個問題的機會 就給別人壓力 然後說啊我好期待喔 是真的很期待 聽起來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這樣 那我覺得其實最後這個作品 它的最後一句台詞 是說飛啊飛啊飛回故鄉 其實像你剛剛雖然說 它是一個比較偏哀傷的結局 可是其實我覺得並沒有 就是也像你一開始講說 它可能比你一開始所預期的那個哀傷 已經要明亮很多了 那我自己在讀我的感受是 我覺得它 對我來說它其實是明亮的 就是說 人物的命運是一回事 可是它傳遞出來那種情感 跟描繪的方式是一回事這樣子 那你自己對於這個作品 你還有沒有什麼想要說的 或者是作為一個作者 你還有沒有什麼想要對自己說的話 我覺得 感謝過去的我這麼的努力這樣子 對 然後如果是未來的話就是希望我繼續 身體不要出問題就是健健康康這樣 如果要對我自己說的話 對那如果是要說就是 我覺得我覺得真的要非常的感謝 這部作品能夠誕生 還是在於我過去生命中的所有的 記憶吧就是 不論是在大學時期的訓練 然後遇到的同學也好 就是非常好的朋友也好 然後甚至是 畢業之後加入的一個寫作會的社團 甚至是後來的一些漫畫社團也好 對然後甚至是我身邊的一些同事 就是我可能不小心彈露我正在做什麼事的時候 他們都還很支持我就是都不會覺得說 這件事情很另類等等的 所以讓我有了這樣子的 可以說是一個創作環境被建構 才有辦法誕生這一部作品吧 所以我覺得我的所有的感謝 都是很來自於這個環境式的 就是這個環境 感謝有這個環境 才能夠讓我去創作 即使我可能也會有一些小小的困擾 可能例如說SNS的難經營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小小的困擾帶給我 但是我仍然會覺得就是 很感謝有這樣的一個環境 能夠讓我專心的去創作這樣子 我自己其實看到這個作品的開心 就是不只是說它本身呈現得很好 還有比較額外延伸的點就是 我覺得台灣的 因為我們說實話 就是本土創作其實不像日本 或者是歐美那麼的蓬勃 然後創作者的條件和環境其實也都並沒有很好 那大家都很辛苦在堅持這樣 那但是也因為這樣 我覺得我們的創作很長 沒有辦法跟那種很即時的時代做回應 那但是我看到九號天鵝 因為連載的那個時間點其實差不多也就是AI啊 或什麼這樣在出來 那我就覺得說它其實是有一種共識感 就是它好像在回應我們這個時代真的很切身的課題 因為AI其實我們也是在擔心說 那它到底最後會不會變出一顆人的心 還是說它的內在會不會是有一個 我們所不知道的一個什麼東西生出來嗎 那其實我覺得跟這個故事的那個表現 雖然說這個故事不是以AI為主 可是其實我覺得某種程度上是有共通或對話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我覺得是預言 就是也不是說預言啦 就是很貼切那個連上街都要找機器人去代步什麼之類的 就覺得有一種呼應時事的感覺 就是跨業這樣 嗯嗯嗯嗯 昨天差點在某一條路上的那個舞台就 差點要發生這種事情了這樣 不然就是空的這樣 咻 我什麼都沒有說 那我想我們今天的對談非常的豐富 然後也很開心可以聽到一些漫畫裡面所沒有的故事 然後甚至是有很多是現場才能聽到的 我覺得大家真的是賺到了這樣 先請兩位幫我們做一個今天活動的結語 哈哈哈哈 以為我結束了嗎 現在已經結束了 結語 先請浩偉大人做一個今天活動的結語好了 欸還是我先好了 因為你結尾比較好 對我先好了 好的好的 好那 對因為有浩偉做結尾 所以我可以講簡短一點 對好 非常感謝大家可以來參加這一場 就是新書座談會 我覺得非常的快樂 對然後能夠跟大家實體見面 當初 角川問要線上還是實體的時候 我就想說 喔我真的很想要實體 對因為 我一直覺得人跟人面對面的那樣的感覺 是非常不一樣的 對這可能也是導致於說 為什麼要 為什麼疫情期間 就是線上的會議軟體已經這麼發達了 為什麼人還是有一個面對面的需求 對所以我覺得我感受到的是 我們可以從各式各樣的大量的行為的那個細節去感覺到整個氛圍的改變 或是對場景的一個記憶 對所以我很高興可以在這麼棒的一個場地裡面 就是在線流策電這麼棒的一個場地裡面 跟大家相見 我覺得它會是一個非常難忘的回憶 對謝謝大家 突然壓力好大 其實我剛剛跟六博老師對談 我很想要再就那個漫畫文字跟圖像搭配的那個點 就是現場不曉得有沒有編輯或是企劃 大家趕快策劃一檔 就是漫畫家跟文學作家 或漫畫家跟什麼的對談這樣子 雖然之前已經有CCC的那個被文學跟被電影啟發的漫畫 可是我覺得創作者的那個對談其實 我自己聽起來我都很想要再往下問 但是因為時間跟題目關係 我想說後面有些題目一定要趕快進行 所以就沒有辦法多講 可是特別你剛剛提到說你覺得那種節拍啊 就是圖像跟文字的那個節拍的搭配或什麼 其實這個真的是很 你看你現在也拿起麥克風 我們又可以再講十分鐘 十分鐘這樣子的感覺 對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很精彩的 然後對創作者有在創作 或者是比較核心的關注的這種讀者 我相信大家都會更有收穫 就是會知道說我們在欣賞一個作品的時候 你要看哪些點 因為當你不知道的時候看漫畫可能就只是看劇情 就到底這個主角會怎麼樣到底誰會死 到底他能不能這個火箭能不能升空 可是其實很多時候我覺得特別是像這樣子 我覺得這幾乎是精品了 就是漫畫的精品 所以它不是那種商業性 然後大家就是一回一回看的那種消費的東西 它其實是可以值得一看再看的 那我覺得這種精品就很需要這種的對談 或者是辦這樣的活動來讓讀者更了解說 你要欣賞哪些地方 那其實才是作者最用心的地方 然後也許你慢慢看那些每一格的分鏡 那才是最能夠體現這個漫畫美好的地方 謝謝 謝謝 我是很想回應 給你說結語啊 今天是你的活動 沒問題 好的 大家好像還會再扯很多出來 但是 就是 店長OK 店長其實是OK 幫他回答 幫他回答 店長還OK 就是 前陣子就是有一個Podcaster 是衣櫥裡的讀者的黃辛化 他提到就是 我們語言的節拍 對 中文語言的話它是音節即拍 就是我們說一個字是一個拍 但是英文的話 就是西語的話他們是音節即拍 他們是眾音即拍 對 也就是說它是每一個眾音做一個拍 所以當一個句子非常長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念得非常快 就為了達到跟前面的那個詞的眾音同等的距離 對 所以他們 這就導致說就是他們在創作的時候 例如說法語系國家的電影創作者 他法語系他們是音節即拍的語言 跟英語系國家的電影導演 對他們是以眾音即拍為主的語言的創作者 他們創造出來的電影就有非常不一樣的節奏 那我自己在創作漫畫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的確有感覺到 我受限於漫畫這種單頁的一個載體 對它跟條漫會有很大的不同 對 所以我覺得很有魅力的一個部分是這樣吧 就是 所以說 為什麼會聊到這裡呢 那總之 總之就是可能提到了 就是音樂的 就是創作的節奏性的話 我首先想到的是這個 發散的 發散的想到這個點 對 就是光是載體的不同 它就會有導致節奏上面的根本性的差異這樣 對對對 那天啊 想太多了 那 再聊天就再聊三十分鐘 對 不行不行不行 那總之最後來做一個收尾好了 對對對 那真的非常感謝 浩瑋可以 可以來語談 就是來 來就是 一起參與這樣子 對 老實說在知道浩瑋願意 就是一起參加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和許甄編集都嚇一跳 因為我們只是許願而已 就是 我想說 還真的能夠成真 你怎麼會這麼成真 我答應這個活動之後 那個變化完後秀就開賣了 然後 衝到 怎麼辦 我到底要不要答應 這樣子 然後 隔壁多了就看到他下午加場的消息 所以今天下午也去看到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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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浩瑋 然後也要謝謝就是促成這一切的 阿鳳跟TOTI 然後還有我的編輯蘇寒 然後還有過去連載的任容編輯 跟今天剛好沒有到現場的許甄編輯 以及現場所有我的朋友們 謝謝你們來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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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